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上节课我们讲到了我们number对象 包括我们的boor对象的一些属性和方法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下一个对象 就是我们的这个字符串对象 那这个字符串对象呢 它里边的方法也比较多 而且呢以后我们应用的也比较多 来看一下 首先那个字符串对象呢 也比较简单 它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字符数组 其中呢也包括对于我们每个字符的一个所以 像我们字符串的下标 是不是从零开始啊 对吧 包括字符串的一个长度这样的一个属性 那当我们想得到这样字符串对象的时候呢 我们同样的需要通过new 来得到这样一个new构造函数的形式 来得到这样一个字符串对象 那接着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简单的先看一下 在之前呢我们也写过这样的字符串 string这样的函数 写个例子 我们可以来声明一个字符串 str等一个king 接着我们可以得到一下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字符串 type of str 你看就是这样一个string 当然呢我们想得到这个对象呢 我们需要通过new操作符 通过它的构造函数的形式 str obj等一个new string 传一个字符串 接着得到一下 type of str obj 它是一个对象 可以看一下 这叫做一个对象 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得到 像我们这个指定的某个字符 根据它的下标 注意 字符串的下标 从0开始 str obj 想得到第一个 写成一个0 这样的形式 包括你想得到它的属性 字符串的长度 可以通过 里边有一个lens属性 就可以得到字符串的长度 你看应该是一个k 字符串长度是4 这样的形式 如果说想获得这个对象的 string对象的一个基本类型的一个值 我们可以通过谁呀 通过value of 或者是to string 当然这两个方法呢 是不是都是我们继承object对象的 对吧 但是也可以直接用 可以通过str obj 点是一个value of 包括 或者是to string 这两个方法 是继承我们object对象的 你看得到的两个 都是我们的这个字符串 这个基本类型的一个值 都是我们的ping 这样的效果 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 叫我们的基本字符串 当做我们的string对象来使用 那其实呢 在它的后台 会执行我们的一个string对象的一个 创建 包括使用完毕之后的一个销毁 就相当于我们new的一个string一样 只不过省了一个过程 你可以直接来写 直接使用我们的字符串 表上的一页方法 你看我们可以来写一个 my子 你想得到一下里边的第一个 写成一个0 那应该是m my子 0 多了一个点 m 包括想得到它的长度 console.log hello world 表生一个lance 得到这样的一个属性 你看 是10 包括value of 包括tostring都可以 那其实呢 在那后台 是不是就相当于创建了 我们string对象 这样的形式 当然呢 这个string对象 如果说我们在 没有使用new操作符的时候 是不是和我们这个number函数 包括boor函数一样 它就相当于一个函数了 对吧 你可以试验一下 我们可以这样来写 str 假如说你直接写成一个string 没有使用new 这时候呢 就相当于这个string函数了 那接着你可以得到一下 写成一个str 得到的就是这个 字符串 1234 当然呢 你也可以这样来写 str等于string的 像tr 得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字符串的 tr 包括 假如说你写成一个 对象 那就相当于 调用了对象的一个 tostring方法 你看 得到的是object object 这样的效果 当然呢 写一个non呀 或者undefended 都可以 但注意 我们没有使用new操作符 就相当于我们调用了这个 string函数一样 这样的形式 那在我们的string对象中 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 很有用的方法 这些方法呢 以后我们在实际开发中 也会经常会用到 假如说我们想获取指定的字符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 可以通过 我们string对象中的 string里边提供的一个 tart 它的作用是 取得一个字符串中的 第n个字符 那接着它返回的 就是这个 要取得的一个字符 来看一下 注意字符串的起始点是0 假如说我们声明一个 或者直接来写就可以 不用声明了 console.log一个 写成一个hello world 或者写成一个king吧 第二上一个 想得到第几个字符呢 想得到第一个 写成一个x hold xat 或者我们声明一个吧 因为我们可以 不用每次都写 所以啊 str的一个king 这时候直接来写 str.x at 我想得到第一个字符 写成一个 0 str.x at 0 这时候取的就是 k 你看 k就取出来了 同样的 你也可以 再写 取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一 二 三 这几个字符 我们都取出来了 k-i-n-g 但你要写一个不存在的 所以 它返回的是什么呢 假如说你写成一个10 有这个下标吗 没有 那接着你看 返回的是一个什么呀 对 是一个空的 空的字符串 这样的效果 通过我们的x-it 可以获取指定的字符 再往下看 还可以通过x-code-it 它代表的是 返回我们指定字符的一个 ask-ma值 对 每个字符呢 是不是都有ask-ma值啊 对吧 但是这里边需要注意 如果你要写的这个 值 根据这个ask-ma值 返回指定字符 返回指定字符 那接着 如果这个 你给的ask-ma值 是一个复数的话 或者说 大于我们这个 字符串长度的话 它返回的是一个 n 可以看一下 来试验一下 这x-it 写到这 返回指定的字符 根据下标 再往下看下一个 x-code-it 返回指定字符的一个 ask-ma值 可以写一个 console.log一个 str.x-code-it 假如说返回第一个字符 或者我们写一个a 再来一个 或者再写一个字符串吧 因为a的ask-ma值 我们知道97嘛 对吧 abcdef 看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97 对 它是返回指定字符的一个 ask-ma值 那在这你还可以再写 .log str.x code-it 要写一个100 一个字符刷长度有100吗 没有 那接着你看一下 返回的是什么 an 同样的 如果你写的是一个负数 它返回的也是 是 负的 123 反回的也是我们的 an an 不是一个什么 对 不是一个数字 这样的效果 接着再往下看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 from 插code from 插code 它是 根据我们指定的ask-ma值 返回对应的字符 那你可以看到 它是从字符编码 创建了这样一个字符创 那接着来看一下 这个函数怎么来用 from 插code 我带着你来过一遍啊 from 插code 在这里边呢 指定一下我们的ask-ma值 是根据指定的ask-ma值 返回 对应的字符 写成一个console.log as-time string 表现一个from 插code 我想得到一下97 那你看返回的是不是正好吃 你可以返回一个 我们也可以一次返回多个 我想返回一下 假如说写成一个97 或者65 66 67 大写的abc abc 也可以 这样的一个字符创 根据你提供的这些ask-ma值 构建的这样一个字符创 也可以 from 插code 接着再往下看 还有什么呀 连接字符创的 通过谁来连接呢 通过我们的contact 连接我们的字符创 就相当于拼接 和我们这个 运算符中的加号 作用一样 连接我们的字符创的 可以来实验一下 contact 连接字符创 接着我们可以通过 contact 连接一个word str.contact 连接一个word 你可以连接一个 也可以连接多个 先连接一个实验一下 得到的helloword 你也可以接着再连 console.log str.contact word 逗号 再连一个探号 也可以 它就相当于我们的 加号一样 helloword 加一个探号 这样的效果 通过我们的这个 contact 连接字符创 接着再往下 还有和查找相关的 这几个 来看一下 首先index of 它是 查找我们这个字符创中 某个字符 首次出现的一个位置 字符创搜索的 接着 这是我们要 查找的 查找的这个什么呀 字符创 第二个参数 可有可无 代表从哪开始 那接着来看一下 它返回的就是 这个字符创 第一次出现的位置 如果没找到的话 返回的是 负一 那搜索的时候呢 是按照整体来搜索的 来看一下 字符创搜索相关的 我们可以来定义一个 字符创 vrstr等一个ab this is a test 它找到 是我们字符创 首次出现的位置 接着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console.log一下 str.index of 你要搜索谁呢 我想搜索一个 t 那首次出现 返回的应该是 0 返回的0 那接着你再看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我们再搜索一个a字 那此时它返回的是多少呀 对 0 1 2 返回的应该是2 没问题 接着搜索的时候 这是一个整体 而且是首次出现的位置 没有找它 接着再往下看 如果把它变成大写的a字 现在有这个a字吗 接着看一下 返回的是多少 负一 证明搜索的时候 区分它要写吗 对 区分它要写 注意搜索时 区分它要写 没找到 返回的是 负一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再看 我们也可以设定一下 第二个参数 代表的是搜索的一个 其实点 第二个 index of 我们搜索谁呢 搜索i 接着 现在找到的应该是 对 0 1 2 返回的是2 来看一下 就是只给一个参数 那接着我告诉他 从哪开始搜索呢 从第三个位置上开始搜索 指定第二个参数 这时候他返回的应该是 这个i了 所以说得到结果 你看一下 0 1 2 3 4 5 没问题 对 是5 这样的效果 通过index of 可以来查找字符串 首次出现的位置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使用index of 假如说你想统计一个 指定字符 在我们的字符串中 出现的次数 想实现这样一个功能 来看一下 这是他一个应用 通过index of 可以统计 可以统计一个字符 在指定 字符串中出现的次数 出现的次数 我们可以这样来写 配定一个字符串 str 随便写 接着我们想查谁呢 查s出现的次数 我们在上面一个 即次数的quant 0开始 接着来查找一下 str.index of 你要查谁呢 我要查这个s 这是他的位置 反围的首次出现的位置 假如说我们付给pos ,好 再往下 只要他这个pos不等于-1 是不是一直带有啊 所以说我们可以写一个循环 while pos如果不等于-1的话 代表一直是有的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让这个quant加加 接着再把pos 让他继续查找就可以 index of 但是查找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从找到的之后 下一个位置再来查找啊 对吧 要查找这个s 从哪呢 从这个pos加1的位置上 进行查找 最后呢 我们可以来输出一下 一共出现了多少次 quant 那现在可以数一下 我们随便写的一个 两个三次 一共出现了三次 对三次 不信的话 你再写两个 四五六七 一共出现了七次 七次 这样的效果 可以通过index of 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和他对照着 他是首次出现的位置 和他对照着还有一个 最后一次出现的位置 可以通过last index of 从后面来搜索 那我们可以简单的来实验一下 再写一个 last index of 他俩对照来记 最后一次出现的位置 var str等于this is a test 我们可以通过 str.index of 搜索一下is 他反文的是or 那接着最后一次出现的位置 来看一下str.index of 表示last index of 同样的也是搜索的这个is 其他的反文值都一样 只是搜索的顺序不一样 第一个二 最后一次是 无 这样的效果 他们两个是一样的 同样的你也可以跟上 我们第二个参数 和我们的index of一样 这个呢 我就不带着你来测试了 下来之后 你自己测试一下 再往下看 还有这个 字符串 比较的 像我们的local compare 来比较两个字符串 它是使用这个 什么本地的顺序 来比较我们两个字符串 它要于我们这个str.index of 使用分区 使用区分地区设置的方式 比较的一个字符串 那其实呢 简单点来说 如果两个字符串相等 返回的是零 如果第一个字符串 比第二个字符串小 它返回的是 比零小的数 返回的是 其实负一 那比它大呢 返回的是正一 相等的返回的是零 这样的效果 所以说这个呢 按照比较的时候 按照字符串的一个 ask 进行的一个比较 我们可以直接来试验一下 比较两个字符串的 可以直接来写 console.log 写成一个 和谁比较呢 第一个字符串 local compare 和B比较 或者和一个Z比较 A比Z小 返回的是负一 同样的 再写一个log Z和A比较 A比较 返回的是正一 那接着再来一个 小A和大A比较 那谁大呀 按ask码值 刚才我们刚看完 是不是应该是小A大A 也是正一 接着看一下 它比较的时候 也是区分大家写的 local compare 再和A比较 此时他们两个相等 返回的是0 你看 负一1 负一0 负一1 负一1 负一0 来看一下 A和大A比较 负一 Z比A大 对 它返回的是1 那97应该比我们的 这个大一大 应该返回的应该是 正一 最后一个是0 我们看一下结果 这个返回的是 负一 那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应该是按照 Zipchart的Askama来比较 根据本地排序 来比较Zipchart的方法 底层操作系统 提供的排序进行 那应该是 应该是 我看一下 得到的结果 小A 比大A 它返回的是负一 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负一 把它拿过来 把它拿过来 我写个大A 大C 大V也行 这是正义 哦 它没有按照这个字符的Askama来比较 哎 它这个内部啊 我们看一下啊 比较两个字符 我们可以来搜索一下 Local Compare 来看一下 之前还真没有注意 如果两个字符串相等 返回的是零 那比较的时候 只用字符的 unicode 编码 比较字符串 而不考虑当地的排序规则 这个是不准确 是使用大一号小一号的 那这个我们还需要知道一下 它是使用本地特定的排序 对我们的字符串 进行一个比较的 它是使用特定的顺序来比较两个字符串 和我们之前说的这个Askama 是不一样的 这一点注意一下就行 但最常用的 其实我们不会比较两个字符串的大小 只会比较两个字符串 是否相等 是否相等 那注意 比较的时候是区分大家写的 你写一个小B和一个大B 它们是区分大家写的 这一点知道就可以了 用的比较多的 也是比较我们这个字符串的一个 是否相等 你看 它不相等 返回的是负一 只要等于零的时候 代表的是相等 这样的效果 好 那这个呢 我们就不再纠结了 再往下看 还有什么呢 还有像 和我们正泽 字符串 和我们这个正泽相关的 这个呢 只有我们讲正泽的时候 也会 也会用到 我们可以先来简单看一下 还有这几个函数 我们快速过一下 首先 可以有一个match match呢 代表搜索 匹配 它呢 是找到一个或多个 正泽表达式的一个匹配结果 我们可以先简单看一下 这个match怎么来用 是找到一个或多个 多个正泽表达式的结果 上面一个字符串 str this is a test 或者this is a test of king show time 接着我们来写一个正泽 简单的写一个 re 我们要匹配一下 搜索谁呢 搜索 is 对吧 那接着你可以通过 str console .log str.match 跟上我们的这个正泽表达式 或者你直接在这里边写都可以 来看一下 找到了A字 确实也有 确实也有 但是如果你想搜索大写的A字 这时候有吗 没有 那你看一下 返回的是一个 no 对吧 那如果说想忽略大写 我们可以在这往后边来加上这样一个模式修正符 只我们讲正泽也会说 加上一个I 代表忽略大写 如果是 加上一个G呢 它返回的是一个包含所有匹配的数组 代表全局去匹配 找到所有的A字 你看 找到了几个A字 两个 但如果不加G呢 它只会找到这一个 我们第一次看到的是一样的 找到了A字 它的下标是几 二 输入的字符串 是它 这样的效果 之后我们讲正泽的时候 也会再来说到 先知道一下 这是我们的这个 match match 可以加上这样的一个正泽 可以再看一个 就简单的写一个吧 str 等于一个 你假如说你想匹配所有的 有大写 有小写 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你想搜索里边的所有 不区分大家写的内容 你可以这样来写 console.log 通过str.match一下 直接来写 假如说我想搜索 A到 F的不区分大家写的 你可以这样来写 A到F 接着忽略大家写 可以写成一个I 全局搜索 写成一个G 它返回的就这样一个书组 你看 返回在这里边 A到F之间 不区分大家写的 都找到了 这样一个书组 这个呢 是我们的match 匹配一个或多个 接着再往下 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的这个 像 search 先看search吧 它们两个都是搜索的 再看替换 search呢 也是 这是一个 正根据一个正德表达式 来进行一个搜索 那如果找到了呢 它返回这个sipchar 首次出现的一个位置 那找不到呢 返回的是一个 复一 我们也可以简单先看一下 在这 search sipchar搜索相关的 根据正德表达式 进行一个搜索 进行 搜索 搜索 写成一个 vrstr等于一个 this is a test 接着我搜索谁呢 我想搜索一下 a子 你可以直接写 console.logstr.search 根据我们的正德表达式 a子 这时候 找到它首次出现的位置 应该是 2 那接着 如果你写的是一个大写的 str.search a子 这里边有吗 对 没有 你看返回的是 负一 那想不区分 大家写 可以加谁来着 对 可以加 i 加一个i 代表我们的忽略 大家写 这也找到了 是2 这样的效果 这是我们的search 接着再往下看 还有什么呢 还有像我们的替换 刚才说到的replace 其实呢 如果你学过peerp 中的自不穿函数 和我们的peerp之中的 这个都差不多 这是我们的替换 通过正则进行一个替换 还是通过正则来匹配 找到的话 替换成先样的内容就可以 返回替换之后的自不穿 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写一个 正则替换的 编一个自不穿str 等一个 this is a test 还拿它为例啊 没问题 接着我们可以来搜索一下 str.vip list 搜索谁呢 搜索我们的a字 不区分的要写 接着搜索之后 把它替换成谁呢 替换成碳号 它返回替换之后的内容 这个字不穿函数稍微多一点 我们来过一下就可以 写成一个 vr newstr newstr 如果找到了返回替换之后的内容 newstr 或者是直接来写都可以 来看 a字替换成了什么 对碳号 这样的效果 a字替换成了我们的碳号 那接着你再看 我们再加一个g的话 只要是出现了a字 是不是都会进行一个替换呀 全局去搜索 这样的效果 如果不加g的话 只会找到第一个进行一个替换 这一点需要注意 需要注意 当然那你也可以直接来写 直接来写 也没问题 同样的 假如说我们再来 也可以使用这个 这个讲正则的时候 还会说 像我们的字模式 像我们peerp中的正则 如果会的话 到这块 这个正则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试验一下 假如说我们定义这样一个效果 var一个str等于一个2015年-09- 假如说今天26号 这样的一个字不错 现在我想把年-月-日的形式 变成月斜线日斜线年的形式 这时候你可以这样来写 写成一个str.v please 搜索一下 首先反斜-d代表我们的数字 取四位 接着 杠反斜线 d取两位数字 再来 反斜-d取两位 那t换成谁呢 现在是不是要替换成谁呀 替换成中 其中我们找到的这个内容呀 对吧 把它替换成这样的形式就可以了 替换成 第一个想取月 是我们的第二部分 $2斜线 $3斜线 到了1 你可以直接来 console.log一下 或者newstr console.log newstr 就变成我们想要的形式了 09 写线26 写线2015 那那替换的时候 我们第二个参数 也可以指定一个函数 也可以 你看一下 我们还可以这样来写 同样的 str等于2015-09-25 也可以 接着我们可以通过 VR new str等于str rep list 上面这块是一样的 我就把它拿过来就行了 接着第二个 我们可以指定一个函数 f1c 好 那接着我们来定义这样一个函数就可以 定义这样一个函数 成一个function f1c 第一个是你匹配到的内容 接着需要接到几个参数 那接着我们把匹配到的 假如说第一 第二 第三个参数 返回的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返回的return一个 第二 返回的这样一个形式 我们要的是月日年的形式 可以通过数组 第三 第一 用一下里面的连接 重要的方法 以斜线连接就可以了 当然你拼这个字符串也可以 拼一个字符串也行 只不过我们先用了一下这个数组的形式 你看得到的效果也是一样的 我们没有输出 console.log newstr 得到的也是 0925 2015 当然你说你用拼也行 我们这是用了数组 包括用了数组中的一个重要方法 连接我们的这个数组中的值的形式 也可以 当然我们在讲这个正则替换的时候 还会说这个replace 就是我们字符串中 通过正则来实现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实现的这样一个方法 那接着我们再往下看 还有什么呢 还有字符串截取相关的一些内容 来看一下 把这个几个函数 我们来快速说一下 像我们的silence 来截取我们的sift串的 起始点 结束点 有点像我们pwp中的 截取sift串 截取sift串 直接来写一下 str等于一个 hello 或者说我们写一个 一个数 当你只给一个参数的时候 你看得到的结果 代表的是 起始点 一直截取到 字符串的 末尾 这样的效果 你看写了一个 0 1 2 从c开始 截取到字符串的末尾 给一个参数可以 给两个参数也行 str.silence 从0 从0截取两个 得到的是 a和b 代表的是我们的 长度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同样的也可以给 负数 负数呢 代表我们的位置 str.silence 写一个 负3 负1 负2 负3 那应该返回的是 def 那同样的最后一个参数 如果也是负数的话 代表的是 位置 从 slash 负4 负5 负4也行 截取到 负2 那应该返回的是 c和d 都代表我们的位置 c和d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同样的也可以 假如说从头 截取到 最后 一位 倒数第一位 str.silence 从零开始 零开始 截取到负1 你看返回的应该是 abcd 除了f e abcde 就是我们的silence 再往下截取 还有一个 像我们的 substure substure 同样的和它差不多 差不多 也能实现我们的截取 直接来试验一下 通过它来截取 console.log str.substr 从3截取 那应该返回的是 cdef def 0 123 对 def 没问题 这几个参数呢 你可以自己来试验一下 和我们的silence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这个呢 我就不带着你 e来试了 再试一个吧 写成一个 从0 截取到 截取四个 应该是abcd abcd 这样的效果 同样的 substure 也是一样的 substure 那这个呢 你自己来试验一下 自己来试验一下 一样的 我就不带着你 是那么多了 是那么多了 你自己来试验一下 这个函数 接着再往下看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将我们的sifture 拆分成数组的 剩下这几个就简单了 将sifture 拆分成数组的 这个很好用 Split 那接着呢 想拆分的时候呢 有点像我们 PSP中的这个函数 一样的 你对着来记 想拆分的时候 这个sifture 一定是得有特点的 来我们写一个 将 将sifture 拆分成数组 那数组呢 我们马上也要学了啊 写一个 str 等一个 像2015-09-08-12 那将把这个sifture 拆分成数组 形成三部分 应该以谁来拆分 对 以杠来拆分 写成一个 var var ar 等一个 str sifture 以杠来拆分 来输出一下 ar 那形成三部分 2015-08-12 当然呢 还可以这样来写 var str 等一个 a 空格b 空格c 空格d 空格e 空格f 那这个 以谁来拆啊 等于str dr splate 对 也空格来拆 那形成的是 abcde 这样几个元素的数组 你看 这样的效果 比较简单 那这个呢 也比较好用 当然呢 你也可以来限制一下 跟上第二个三数 来限制 这个数组的一个 返回个数 还有第二个三数 限制这个数组的 最大长度 来实验一下 还拿它为例 arr 等于str dr splate 以空格来拆分 但我只想返回两部分 这时候你再来输出 arr 得到的就是 a和b 这两部分 组成的一个数组 这样的效果 好 那接着再往下 再看最后几个 和字符刷 大家有写相关的 像转换成小写 转换成大写 像to lowercase 包括to uppercase to uppercase 包括to local lowercase 它们两个是一样的 包括to local uppercase 那这几个呢 我们来快速试验一下 就可以 直接来写了 字符刷 大家有写相关的 直接写 比较深一个图 uppercase uppercase mez to local uppercase 大写相关的 两个小写 两个大写 这样的效果 接着还有一个过滤 字符串两端 空白的 可以通过trim 直接来看了 其实地中 是不是也有trim 对吧 可以来定一个字符串 str等一个abc 两边有空白 那你可以来弹出一下 str 在它左边呢 拼上一个碳号 右边也拼一个碳号 这是没有过滤的 再来 或者弹出也行 不弹出也行 你打印到 控制台也行 过滤之后呢 我们也是 拼上一个碳号 再拼上一个 trim的str str str.trim str.trim 再拼上一个碳号 来区分一下 好 刷新 这是带有空格的 带有空格的 接着你看 不带空格的 是挨在一起的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好 没问题 这是我们的 这个 这个 这是我们的 这个 去掉空格的 trim 接着再往下 还有两个 最后两个 想value of 我们已经试过了 接着有一个link link呢代表 产生我们的链接的 通过它 可以为我们的 超链接 a标记 html标记 来产生一个链接 包括 answer 产生锚点的 用answer方法 创建一个 锚点的 做了一个这个 方法 创建一个 一个a的 锚点的 锚点的 这两个呢 我们也来试验一下 最后这两个 可以来产生一个 链接 还有一个是锚点 首先来产生一个锚点吧 产生锚点 可以定一个str 等于一个 this is a test 接着我们直接 把它加到我们的body中 请用一下我们的 document.body.innerhtml 等于一个str.answer 来产生这样一个锚点 产生这样一个锚点 假如说写这个contents answer 好 那接着我们来试验一下 小心 this is a test 接着来看一下 它的名字 是不是我们起的 这个锚点名称呀 对吧 这里边跟的 就是一个锚点名称 那想产生一个链接 也可以 产生链接呢 我们通过的是link 链接 最后一个 直接来写一个var 写成一个标题 itle this is a team show time 接着 这个链接的 UIL 写成一个 假如说写成我的 博客 family.org 好 接着再往下 你想直接来输出 可以直接来写 document.write 写成一个clickme to visit my blog 在pin上 用这个title 表现一个link 表现一个link 加这个UIL 接着我们来试验一下 是否可以 clickme to my blog this is of king show time 一点他 这是为我们这个链接 一点他 就跳转到了哪了 我的博客了 你看 跳转到了我的博客 上面还有一张我年轻时的预照 对吧 这样的效果 好 当然呢 这个照片也看到了 在这里边呢 有的时候好久也没有写了 可以来写一些相关的这个技术博文 包括呢 在这儿你可以点它 可以跳转到我们通过Meteor 来做的这样一个相机 这个也挺好玩的 你可以自己来试验一下 这是又多说了一点 那我们字符串相关的这个方法 字符串对象 这个相关的方法比较多 也带着大家快速的过了一下 下来之后呢 大家也是自己来试验一下 以后呢 在我们的开发中 也会用到这些方法 没事 记不住没关系 用到的时候 我们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内容 不会的话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百度啊 对吧 没问题 不要死记啊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